现在由于国际上疫情情况比较复杂 在国际线上我们仍然还要有一个比较长的不确定期 但是一方面市场有需求 我们现在保持在国内能够对境外输入有效控制的前提下 会考虑适当的增加航班 最近我们网上说的比较多的就是五个一 这个五个一是基于三月十二日 当时各国情况比较复杂的 有的已经停止飞行了 有的已经减到最低量 那个时候的存量作为基数 在三月二十六号制定了一个原则 在三月二十九号正式执行 就是说已经有飞航航班的一国一个航空公司 一周一条航线一班 那么最大计划量是一百三十四班 扩大到我们今天六月一号准备要执行的将达到四百零七班 当然实际执行的会比四百零七班要少 因为在有航线市场的因素等等各方面的影响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未经许可,不得翻唱或使用